嗨大家好我是趙佑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可能不敢或是不想上健身房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透過一對啞鈴跟一張臥推椅 在家中訓練全身的肌肉 我直接安排了一週四天的課表 大家可以直接跟著影片訓練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天的第一個動作是啞鈴臥推 主要訓練我們的胸肌 動作全程維持肩胛的後收 保持前面與地面垂直 下放時手肘不要打太開 大約跟身體維持45度 十二下一組總共做四組 第二個動作是啞鈴上斜臥推 訓練我們的上胸 將訓練椅的椅背調整到大約30到45度 這個角度可以針對上胸持肌 一樣動作全程保持肩胛後收 下放時手肘跟身體維持大約45度 手的落點在我們的鎖骨下放一點點 十二下一組總共進行四組 第三個動作啞鈴側平址 訓練我們的側三角 一樣可以先將肩胛後收 身體躍躍前傾 平均過程中避免手肩 或是用晃的舉起重量 十五下當作一組 總共進行四組 第四個動作是啞鈴胸飛鳥 訓練我們的胸肌 動作全程一樣將肩胛後收 下方的位置不用太低 手肘的位置平行或略低於身體即可 過程中不要改變手肘的角度 專注在胸肌發力 十五下一組總共進行四組 第五個動作是仰臥三頭屈身 訓練我們的三頭肌 動作過程中注意上臂保持穩定 盡量不要移動 專注在三頭肌的發力上 十二下一組總共進行三組 第六個動作是啞鈴過頭屈身 這個動作可以訓練我們三頭肌的長頭 我們將訓練椅背素直 將啞鈴高舉過頭後再進行訓練 操作過程中一樣上臂保持穩定 盡量不要移動 十二下一組總共進行三組 第二天的第一個動作是高腳背深蹲 訓練我們的骨四頭肌 我們將啞鈴舉到胸前 用雙手拖住 下蹲時膝蓋順著腳尖的方向往外展 想像將屁股做到兩腿中間 過程中維持脊椎的中立 折下當作一組總共進行四組 第二個動作是後腳抬高蹲 訓練我們的骨四頭肌 我們將後腳平放在訓練椅上 雙手各持一顆啞鈴 慢慢下蹲 過程中盡量維持上半身的直立 到底部後用力往下踩 將上半身舉起來 折下當作一組總共進行四組 第三個動作是深蹲跳 除了訓練我們的腿部肌群 也可以訓練心肺能力 我們可以徒手進行這個訓練 一樣使用深蹲姿勢下蹲 起身時發力順勢跳起來 落地要注意膝蓋跟腳尖的方向 膝蓋不要內夾 這樣會有受傷的風險 30下當作一組總共進行四組 第四個動作是負重體重 訓練我們的小腿 雙手各持一顆啞鈴 採取電腳尖的方式訓練 到頂部時可以暫停一下 給小腿更多的刺激 20下當作一組總共進行三組 第五個動作是負重仰臥腿腹 訓練我們的腹肌 我們將訓練椅的角度調整到下斜的狀態 增加我們的動作範圍 手持一顆啞鈴進行訓練 過程中頸椎不要用力 專注在使用腹肌法力 我們每組做到力竭 總共進行三組 第三天的第一個動作是啞鈴划船 訓練我們的背部肌群 過程中一樣維持好脊椎的重力 後收好肩胛 不要用晃的拉起重量 12下當作一組 總共進行四組 第二個動作是啞鈴單臂划船 用手扶著訓練椅 可以幫我們的身體保持穩定 更專注在背部的訓練上 一樣過程中維持好脊椎的重力 後收好肩胛 不要用晃的拉起重量 12下當作一組 總共進行四組 第三個動作是啞鈴肩推 訓練我們的肩膀 我們利用坐姿訓練 可以減少穩定核心需要的力量 更專注在肩膀的訓練上 10下當作一組 總共進行四組 第四個動作是阿諾肩推 一樣是訓練我們的肩膀 這個動作雖然重量比較輕 但是可以創造出比較大的動作範圍 給我們的肩膀更全面的刺激 12下當作一組 總共進行三組 第五個動作是啞鈴後三角平舉 我們採取俯握的姿勢進行平舉 可以訓練我們肩膀後側的後三角 後三角是大家容易忽略的部位 不過將它練起來 可以讓肩膀整體看起來比較完整 不會少一塊的感覺 15下當作一組 總共進行三組 第六個動作是鞋躺彎舉 訓練我們的二頭肌 我們將手臂移到身體的後方 這可以更針對二頭肌的長頭訓練 訓練過程中一樣維持穩定 上臂盡量不要移動 專注在二頭肌的訓練 十二下當作一組 總共進行三組 第七個動作是傳教師玩具 一樣訓練我們的二頭肌 利用鞋板將手臂移到身體的前方 針對我們的二頭肌的短頭 訓練過程中一樣維持穩定 上臂盡量不要移動 專注在二頭肌的訓練 十二下當作一組 總共進行三組 第四天的第一個動作是 努馬尼亞硬舉 訓練我們的腿後側肌群以及臀部 在動作的過程中維持好脊椎中立 因為這是一個寬腳鋰的動作 起伸時用屁股用力的往前推 不要用下背硬拉起來 十二下當作一組 總共進行四組 第二個動作是 單腳努馬尼亞硬舉 如果覺得一般的RDL重量太輕 也可以訓練單腳RDL 效果一樣很好 而且更考驗身體的穩定性 十二下當作一組 總共進行四組 第三個動作是臀推 針對我們的臀部肌群訓練 我們將上臂的位置 靠在訓練椅上 將啞鈴放在我們的寬部進行訓練 建議你踮一條毛巾 比較不會覺得被壓迫到很痛 過程維持下背的中立 十下當作一組 總共進行四組 第四個動作是啞鈴手肩 訓練我們的斜方肌 雙手各持一顆啞鈴 進行手肩的動作 到最頂部時可以聽一下 感覺斜方有被擠壓的感覺 十五下當作一組 總共進行三組 最後一個動作是腹重仰臥旋轉捲腹 訓練我們的腹肌 我們在捲腹中加入旋轉 可以訓練到我們的腹斜肌 讓我們的腹部側面的線條更好看 每組做到力竭 總共進行三組 你可以使用以上的菜單 一週只要訓練四天 就可以讓全身的肌肉得到訓練 而且全部的動作只需要一對啞鈴 跟一張可調式訓練椅 非常適合在家中訓練 這次使用的器材是Blaze的AD32 可調式啞鈴 由高鋼性鐵材製成 兼顧耐用 一隻就能滿足2到32公斤的變化 單手就能快速調整重量 讓你在訓練要換重量時迅速方便 放在家裡超省空間 還有BW E3 3.0 可辨式訓練椅 有大面積的二頭訓練面板 讓你練彎曲的動作更方便 椅背坐墊勾腿架都是可以調整的 滿足不同的訓練動作使用 而且椅子一樣可以完整收合 輕鬆收納不佔空間 在家中使用也完全不會負擔 如果你也對Blaze的產品有興趣 我會把連結放在底下 也可以使用我的手扣碼幫你擋著 好的 以上就是在家中 4天練完全身的課表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也請幫我按讚 分享訂閱 然後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FB 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訂閱